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政高层人士表示党政高层说 党政高层说 然后说了陈冲 江仪化 毛治国各种的丰功伟业 全部都列上 总共我算了一下一共三大章 党政高层指出就写了11次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发布的版本 我们的人事面面是这样发布的 这面是太奇怪了 我们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晚上11点半发布人事 这么重要的人事11点半发布 第二个 为什么匿名发布 年金改革对马英九来讲 这一次我认为他获得很大的胜利 那他现在接下去就是 赶快完成这个所谓的内阁改组 因为内阁改组也是民进党要求 也是很多社会大众要求做 你为了拼经济或是你为了拼年金 那你整个要改组 那他等于回应社会要求 但是采取这种夜袭的一个方式 不会让你在这个焦点里面 谈来谈去 然后甚至产生人事上的一个 所谓的这种 分老 那在这方面的操作 我认为他在政治上 这个操作是很高干的操作 不要小看他以为是个 以为是一个什么 什么小白兔啊好人啊这样 为什么是晚上11点25 晚上11点25 据说是他们呢在9点钟左右 开始决定要不要发这个稿 因为为什么是9点决定要发稿 9点钟 因为这个新闻是 大概是7点半到8点左右 由一个公广集团的电视台 叫做华氏 他报导出来的 所以到了9点多钟 当他们了解这个情况 没有那个其他的政治敏感的 这种 这纯粹消息外泄了 之外之后呢 就开始进行他们正常的 这种新闻发布 这是我的了解了 所以你想想看11点发 因为中间 即使他们有一些记录 这两个小时要写个稿子啊 是 而且还要经过和可 对 而且这个当然是更高层的那个 唯一高层 所以这个发布有人讲说是因为 国际时差的关系 所以要 等美国的 美国的时间 东外时间 法府时间 睡醒了 然后来请教说 是不是可以发稿了 所以发了这边稿 这是今天民进党的说法了 可以听可可讲好像 我觉得这个也合理 但是民进党讲的太恶毒了 什么叫金总统这种 这是邱雅 所以上次被寻的时候 他直寻的时候 吃了亏你知道吗 今天是趁机会报仇 没意思 张罗凯呢 没有就是政治语言上的 尖川科博 其实我 我就都已经腐烂了 政治人物也完全不懂的 就稍微的自我克制一下 不过这件事情 他不能说是插枪走走火 而是因为消息走漏了之后 你就说箭在悬上不得不发 那大的背景 就像是Coco讲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 有关于陈冲表达辞意这件事情 然后江一化被征询这件事情 上个礼拜的事了 也就是他们上个礼拜 其实大概都初步就是 已经做好了安排 因为陈冲辞意甚奸 因为之前你看 像以新建文来 新建文都已经提到江一化了 新建文已经说江一化要接了 然后陈冲要去接接央行 那个是错的 接那个央行的 那个是完全错误的 但最早江一化这是对的 那但是 昨天之所以他们觉得说 觉得就必须要摊摊牌了 所以并不是因为江一化 接格魁这件事情 而是竟然连毛治国要接 要接副格魁副院长 都曝光了 因为毛治国不是个太好猜到的人 对 你要猜到就是说 江一化 猜到的话就表示 确实消息已经外泄 你说江一化会浮射 我觉得以马英九的各 过去处理人士来讲 这个大家猜 猜的话有个八九 但是当你会猜到 毛治国就不是猜了 毛治国就很精准 所以他们觉得消息曝光了 那再加上昨天晚上 因为华氏一曝光了之后 华氏新闻过去很长时间 大家都不注意 他甄嬛传演完之后 也没有引起任何话 可是这次既然引起话题了 昨天晚上总统府电话 就一直被打爆 所有的媒体都摊牌 就说明天就要做这个新闻 华盛市八点钟就打出来就是 隔魁江一化 副隔魁是毛治国 所以因为人的名字非常的精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总统府开始来做一个危机处理 就是看新闻到底要怎么样发布 他们本来是下个礼拜 我就叫下个礼拜三 才准备要发布 然后礼拜四行行政院会就总辞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成说 是因为什么要半夜发这个消息 可以解释 是因为这当中 从八点钟一直到十一点半 都在作业写稿 然后发稿 合可 发稿到十一点半 还有还有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九点钟 马英九跟陈冲再见了一次面 是 所以确定 那就发稿 所以时间上在半夜来发稿 因为消息已经外泄 所以来处理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流程上 是 这就不是故意 但是 就不是一个 说法就是说 怎么夜行军又来了 告诉我的人是党政高层 然后因为现在流行党政高层 那听到的人呢 其实层级非常高 但是他告诉我说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准备好了 对好 这个发布看起来 跟华府的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真的吗 可是我今天也听到一说 他说说其实美国没有想象中这么远 如果没有想象中这么远 如果没有想象中这么远 也不会在最后的时刻 说因为要等他的什么的 我觉得 我这个倒不至于 如果要咨询的话 应该早在 对前面就应该咨询完毕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有时候 逻辑讲一讲 也就知道大概的情况 那好 那知道为什么 要在十一点半 发布一个这么重要的人事案 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要用党政高层 为什么总统府发新闻稿 用匿名来发 这点有没有解 这个是 党政高层 我们今天有问到一个问题 谁是总统府的党政高层 应该照道理 就像理解这样的 应该就是用发言人 但是我觉得党政高层这种写法 我觉得是不是在出这个新闻稿的时候 大家真的以为是还在丢新闻 这不是 大家以为还在丢新闻 不是那种正式的新闻稿 我们这画黑黑的地方的 这个是总统府的公关室 所以这篇稿子 总统府公关室发给记者 然后用的是党政高层指出 然后就讲了各种人的丰功伟业 请问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稿子呢 为什么 总统府还有谁是高层啊 请问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总统府 或是马英九总统 或者是他们 像负面首长级的好几位重要的人 他们可能没有理解到 过去因为都是这样子处理 因为你要知道新闻界 如果你昨天晚上不证实这个消息的话 今天的新闻界会把你吃了 真的会把你吃了 那你叫人家电视台的记者 24小时熟 然后这个日报要开天窗 然后大家都担心 明天有一家日报是独家 这个我们这个新闻操作上的 这种竞争之激烈 我觉得苏主席我也不懂 所以他觉得是儿戏 事实上你这是一个必要的 可是我认为总统府确实 未来你在处理这种人事新闻上面 要用更这个严谨的方法 就是更正式的方法 以前我们常常处理 我们常常先发一些人事新闻 都是他要证实的话 就是由发言人 或是说总统身边的什么某某人 要从媒体要发这新闻稿 我可以理解 你不要用这种高层人士 你就正式的新闻稿 这只是一个操作上的小失误 我不认为就是说 他过去都是这样处理 会不会就是说 他可能也在预防一个 会不会last minute change 就是说最后一秒 你太高估他们 他们做什么都一板一眼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才不懂 公关室正式发稿 对 然后就是发言人表示 什么什么的 我们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人事上的变动 对啊 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 他其实应该用范姜太基 因为第一时间范姜太基说 无法明论正式发言人 对 这法变成一个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 很正式的 好像变成说 这个人事案变得 好像非常的诡异 说不出口的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下面处理上的错误了 马总统他不懂媒体的 用词遣字什么东西的 应该他没有注意到 今天晚上以后 他就应该不会犯错了 这个是一个过程 我们就了解一下内情 属于比较 属于八卦型一点的东西 但是这个那个 如果是从院长开始换 它是一个极大的规模的改组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待会来请教 欢迎回来 薛薛总会在庆桑来测会啊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整个的一个换掉 行政院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晚上11点25分发稿 而且总统府发了稿 竟然是用党政高层的人士 这样子一个名义来发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幕后是非常的多的一些的考量 跟很精彩的事情 可是我们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偶然是这样子做 我们这个总统府呢 他们在发一些很重要的新闻稿 或者是做一些人事案的时候 这个是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 叫做月夜月大条啊 我们给大家做一点这个整理 从去年3月5号 10点钟行政院出来讲什么 发布说瘦金美牛有条件开放了 然后呢5月份的时候 10点钟马总统出来说 我们店价分三阶段慢慢涨 好那6月份的时候深夜 总统府说林毅市这个案子 行政院主动要送司法单位去调查 11月3号去年 晚上的11点41分 党政人士回应连胜文的丐帮说 说哎呀党员参选不务人民 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啊 经济不好 要与民同甘共苦 不要等经济好再坐上其成 那个时候呢 这个时间 这个大家看到了没有相同的一个情况 好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发现11点半 党政高层又说了 陈冲夏将一化接行政院院长 所以这是一个已经要习惯的一个操作模式了 这个总统府很爱用这样子的操作模式 我提出来这个 分身嘛 那马英九说用人的态度就是 自己全权蛮小的 而且喜欢用那个Technocraft 就是技术官员 那他是很典型的这种技术幕僚型的 那现在走到目前 这个他是用火箭的速度 当官当五年就做到行政院长 这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啊 那这个 哦哦哦对 对对 他是从这里开始 因为他前面都是教职嘛 没有错 从08年到现在嘛 大概是四年半 对 他从一只菜鸟变成领航的大雁 对 就是马雀杯 那这个就是马 马要确定就是说 他马意志要全面的这种贯彻嘛 所以他变成100%的马的执行长 这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可以啊 蛮好的啊 但是 只剩下一点点时间能够做改革啦 对对 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以他这样的一个资历 就是说 他也没有这个民意代表的一个资历 然后这中华官的资历也是蛮浅的 那将来 如何压得住这个党 尤其是那个立法院 这个这样的一个威望 我看立法院已经有人在反弹了 哎呦老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是就是说他的一个政治分量 他的政治分量 能不能堪这个大任 但是我觉得今天找他出来 我觉得唯一一个 可以比较说服我的理由是 要主导年金改革 因为这年金改革是重中之重 那他既然是主导 就让他继续来主导 这点是 这点还可以说服我 可是其他的 你要拼经济也好 干什么也好 其他的等等的 或是说对于这种立法院的 这样的协调 我是一个有问号 当然他的身段也不会说太硬 他也许会换满身段 这个人不是跟张颖画的有关系 我什么都不讲话 对对对 他是你江同学 他昨天被真实 我们是研究者 唐湘弘已经鸡犬升天了 哇 他真的念做了 真实 就是 经常被人家问到 天天都有人打的 打电话说 你要去接什么上 他也是朱立伦的建宗同学要 哎呀 因为朱立伦也是五十出头一点点 嘉宜化也是五十出头一点点 其实就是呢 现在五十年年次的 就是说岁头的 是你们当家了现在 在接班的时候 应该我应该从 我应该让庄淑翰介绍去 庄淑翰是我们 台大政治系的学长 江宇化都还是他学弟 那我跟江宇化呢 插两届 叶框石也是台大政治系的 所以这个权权我越搞越小 所以咯 所以咯 现在你们掌权了就是了啦 法律系跟政治系合体了 我的了解就是说 有一些基本被拿来 因为大家很容易在里面做一些 做一些阴谋论的文章 那马跟陈的关系 是最近大家喜欢做文章的主招 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的互动里面 我都简单四个字 就是倒吃甘蔗 那你看到这江宇化好像在那边 虎视眈眈的就准备把 把陈宗要推走 要挤走 那是庄老师 那是庄老师的 其实陈宗跟江宇化的互动 也很好 也很好 那江宇化接我的 我当然会去关心这一部分 我会问说 第一个就是那理由是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说 马英九向来会挂到嘴巴上四个 就是说无缝接轨 就是不要再 不要再就是说 在这个改组过程当中 好像有空装起 要适应起 不要 那江宇化因为反正就是 就是副手 当然无缝了 就上来 因为陈宗也也是这样上来 第二个就是刚刚 就庄苏然讲的是对的 因为当下马英九的 主轴的思考 就是年金的改革 那江宇化是整个年金改革 小组的召集人 那端上来的菜第一时间 马英九觉得这个菜不错 社会反应颇佳 超乎想象的好 就是所以 江老师都赞美了 所以马英九 马英九看到江宇化他们端出来 这道菜的时候 有点惊讶 就是说这个菜竟然社会反应 初期的好 比它原来预期要好很多 那既然未来三个月到半年 其实朝野或者台湾的整个社会当中 主轴话题就是年金 那江宇化这个时候 由他自己去做 特别是4月5月这个案子 进到立法院之后 有很多行政部门需要去说服的 去沟通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懂的人 而且从头到尾参与的人 他不能说半路说出来的人 所以在这方面考量的情况下面 就让江宇化去解决 所以确保年金改革 绝对能够改革到底 贯彻到底 所以江宇化的这样子一个 但是后面我们也看说 那这个改革幅度会非常之大 有些人 尤其我觉得社会大众最关心的 还是经济这些 毕竟拼经济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会拭目以待 看看这些财经有没有换 那这些是换谁 我大胆讲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三个 那彭怀南是确定的 那不用讲 彭怀南从头到尾 彭怀南只要他要做 就一定是彭怀南做 就是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陈冲要去接央行总裁 这回事情 那有没有彭怀南要去接院长的这件事 也没有 这件事 有保留的空间 就是陈冲没有要 但是彭怀南不答应 陈冲没有要去接央行总裁 是确定的 但是并不表示 就是马英九没有想要让彭怀南来接隔魁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样子的名单就表示彭怀南 然后财政部长张胜和 我没有任何的内部消息 但是我判断张胜和不会动 因为接下去的年金财政部有很重要的工作 你要做精算式 事算的部分是在财政部 目前的台面上面的官员 没有人比张胜和更懂的这些税 等等财政部的这些细微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他会有任何 那尹启明呢 尹启明 我不是代表尹启明发言 但是我猜尹启明已经不想做了 因为现在的金贱会的主委是个空壳子 他其实 你以为他他每天在那边写的部落格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真的你能做的事情 你能够主动做的事情 其实并不如你想象中多 现在去参加金贱会的 以前以前按规定是部会首长要参加 金贱会主委坐在那个地方 是半个行政院长 现在去的我老实讲 连处长就算很大 处长就算很大 但是经济部长施燕翔是另外一个情况 施燕翔我个人判断 如果他有续任的意愿 他也还是可以做 但是施燕翔会不会续任 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问号 所以他们两位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 愿不愿意再继续 如果他们愿意待下来 今天客观行事 他们已经没有意愿的空间了 尹启明当然这个 你也是说现在经验会主委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是行政院长奸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尹启明自己 把他在经验会主委上的角色 他真的也没有做好 他从第一天起就没做好 至于施燕翔 接他来的今天讲的杜子军什么 都还是常任官起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佳怡化的用人 还是用马英九过去所认识的这个常务官的体系 其实这是一个马英九的内阁 那马英九的内阁 如果他可以安安稳稳的把年金改革 把它这个执行了 然后将来都市更新 然后我们的司法独立 一些案子还有EGVA的后续做好了 其实对台湾就有贡献了 你知道吗 我一向对年金改革 我认为都会顺利 因为其实朝野的版本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好几次 朝野的版本也好 或者说考试也早就准备好 案子早就准备好 所以这个社会共识只要你敢推出来 苏主席根本没共识 他说要换政策 然后这个整个下去的话 那么我认为 我认为其实年金的改革应该是顺利的 现在其实国家重重是重 经济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邻国 日本经济用这种猛药 然后各国都在拼经济你知道吗 美国的这种QE3 然后中国大陆的现在经济也在好转 各种谈判 对 等等 我觉得这个经济还是很重要 大家关心的 一定要拼起来 既然你行政院长已经是江一话 他不是财经专长的 所以你这个经济部长跟财政部长 还有这个经济会主委 这真的非常重要 不要想说 不要一直在想东想西 就说我要认我信任的人 或是我放心的人 不是 是要有点大开道和特定 我是没什么内幕消息 我只是想说 换了院长 如果他带的是旧团队 他其实是很难表现的 因为穿西衣服换一个旧鞋子不好看 所以这些的人全部都已经换了的时候 当你连交通部啊 什么秘书长什么这都换了的时候 当大家最关注的财经的这个部分 完全不动的时候 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符合社会期待的 所以光从这个方向想 这个部分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 可以吹我的梦幻名单吗 你又再讲一遍 石正荣做纪念会主委 徐崇仁做经济部长 因为鸿怀男已经没了 那你继续再做你的梦幻了好了 所以我觉得后面是值得期待 因为其实也没多久了 说明就在我们谈的时候 他们的内阁名单都已经要确定了 下个礼拜 2月7号 过年前他一定要定吗 下礼拜五内阁就要总辞 总辞之前的几天 其实大概就是下个礼拜一以前吧 我想所有的内阁名单会 会底定的 所以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 来看这个新的内阁 在新的一年 是不是带给大家新的未来吗 可是今天我觉得要回头去看一下 陈冲的记者会 陈冲的记者会 我已经很久没有被政治人物感动一下 今天有 我们带回来 我们都记得 江国庆冤死案 前国防部长陈造敏及八名行囚军官 因过追溯失效不起诉 引发社会哗然 高检署认为侦查未尽完备 發回北检续查 陈造敏等人是否构成拘禁致死 及杀人罪 和军法官是否涉及滥权追溯致死 北检表示将对高检发回部分 逐一详查 依法处理 欢迎回来新的一段 欢迎来庆桑来座会 今天看到 早上陈冲院长出来 讲说他要离开了 在他的一些的讲话当中 他当然讲了他很多的政绩 但是其中有 有这么一两段谈话 是最近以来很少看到政治人物用 我觉得他蛮真诚的在讲出来这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讲他的健康的问题 我们来听一下 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我并不在乎 那我们陈秘书长常笑我 他说你没事一个月就感冒一次 但是你的免疫系统一定有问题 说实话我个人并不在乎 那今天有报纸写说我这个三高 也的确有 但是我也不在乎 因为我们通常来做事就是 很努力了 如果讲拼命的话 我老婆会不高兴 我老婆一直告诉我说 你是去拼经济的 不是去拼命的 但是 所以我不敢讲拼命这个事情 但事实上是有点在拼命 所以小龙确实他是在拼命这样 他的今天的媒体呈现的那个部分 有关于他的家庭跟他的健康的因素 确实是他之所以坚持的主要的原因 那如果他身体有什么问题 看起来好好的 不过除了检查的那些三高以外 大家可能忘了之前陈水扁到北荣 然后当陈水扁北荣把他花扎大钱 近百万八座的全身的健康检查出来之后 不是说这边有什么毛病 那边有什么毛病 对对对 然后大家 因为我们都不是医学专业 所以看了之后 都觉得陈水扁好像快要死了一样 觉得觉得他如果问题很多 后来记者就把这个东西 就当天去赌陈冲 就说你看陈水扁的毛病就这么多 陈冲看了洋洋傻傻那个表录 陈冲对着进来两句话说 这些问题这个我都没有啊 他当时回去就说 其实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跟我讲过就是说 你不要看我周末的时候 有的时候以前还会跟他打篮球 他说你其实不知道 我是一个很逞强的人 那我打篮球呢 其实不是靠我的体力 是靠意志力打的 他是靠意志力打的 所以他刚刚在讲说他拼命 因为他老婆就知道 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不把他老公拉回来 他老公会拼死在那个位置上面 我只在看到他健康 可能是有点问题 是因为他说 医生在把他检查完了以后 是请他太太去谈话的 是是是 我在想这个恐怕 就是情况是有点 有点不是很好 我曾经听过认识陈冲的 这个太座大人的朋友 跟我私底下转述 因为他们是这个 年少时候的朋友 就是陈冲的这个夫人很感性 跟以前的老同学 在哭诉说先生呢 交给国家之后 弄成这个样子 就说是不是要再继续做下去 所以呢 我觉得他其实陈冲是告诉我们真话 他的太太是很心疼的 他就说 你绝对不可以用 所谓卖命跟拼命啊 因为他的太太很在意 跟他过去的朋友 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流泪 我有听过这样子一段这个转述 所以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 但他也讲说 他有一段蛮让我感动的 是个自业而不是个职业 但是假如是把他看成一个自业的人 他不会在乎身体健康 所以身体健康永远是个excuse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像尼克森传我就很仔细看 尼克森传当医生告诉他说 你应该辞职的时候他不甩 但是律师告诉他说 你非止不可的时候他就辞职 真的 政治 因为我是一个政治学者 政治其实他不是假设说 大家都是好人 而是就是说 是坏人牵制坏人 不管是在野或执政 坏人牵制坏人 然后让这些坏人去做好事 这是政治 我觉得很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是一个善男性女的行业 也不要来给我一大套 说什么什么一大堆 不要随便乱感动 我是觉得马英九 马英九其实真的是我最近 越来越不敢小看这个人 因为他在那种权力的运作 他也许是治国 那个能力不怎么样 治国无能 但是斗争是有方 而且权力的操作越来越厉害 他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逻辑 你知道 就是說 你承冲 你不是想走就可以走的 我要你走你才能走 我真的是 我现在我分析这些 其实我都是用一种很政治学的一个理论去看 因为我们对政治人物真的是 我觉得不管朝野哪一党 或是将来什么政治人物 大家都要用一种最严厉的最怀疑的眼光 这也是民主的政治的一个精神 那大家好好地去检验 对 我们都很严厉去看 但是 当他这个已经要离开了 讲了一些的话的时候 我是蛮感动的 对 我们会比较 从比较正面的方式来去解读一下 其实今天陈冲院长还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这段话听起来 其实也还蛮有感觉的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话 Belanke就讲了 他说 这样一个位置 并不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制业 他说是一个vocation 是一个制业 他说如果把薪水拉太高的话 反而会引发很多人 不想以这个为职业的人 来争取这个职业 我记得 就以你刚才讲的 詹盛政委来讲 我当时跟他谈过的时候 他第一印象一定觉得说 你这个头脑有问题 为什么要跟我谈这种事 他没有讲出来而已 那他当 经过一两次以后 最后一次 我给他一个晚上 很晚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mail 我就说 这个要劝人家爱国 有这么困难吗 好 那他后来也就答应了 我相信他 大家每一个人 都是抱怀这样一个心理 来参加这个团队 其实陈冲院长是讲到 说薪水的问题 因为他们每个人 几乎来做内阁的 这些的阁运的 他们都牺牲得 他们实际上还抱着一些的理想 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从政的人 这个一定是天使跟魔鬼 mixed 这个合在一起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陈冲 就是说 那个要跟政治 就是negotiate 妥协或是斗的那个魔鬼 那一面 就刚好已经放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天使的这个陈冲 确实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 讲那一句话 倒不是我这个想要用口话 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讲给 现在所有面临一个台湾的 世纪改革的 年金改革的所有的人民 为什么只有做阁远的人 才要问自己爱不爱国呢 以前我们小时候 这个会讲到说什么 这个覆巢之下无完软 那现在这些话 为什么不能讲了呢 为什么不能讲 你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 你不能为国家做什么吗 我觉得反而是现在我们的总统 马英九先生 他比较没有自信 去呼唤我们民众对他的共鸣 就说爱国有这么难吗 台湾的人民2013年 我们一起要 我们一直都讲的是 做这个伟大的改革 因为很久没有 大家一起爱国 很久没有听到爱国 这两个字 对呀 今天陈冲讲出来说 他写给张善政的email讲说 叫人爱国有这么难吗 我当时听到很感动 那我觉得是 听起来是很有感触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爱国这件事情 或许可以从 真的是让大家重新思考 不久之前有个朋友 最近呢他可能想选举 我们自己下聊了一下 我说你的年薪 其实也是至少几百万 然后少多的可以到千万 我说如果你要出来 做这些事情的话 就像是为国捐躯了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 凸显出来 现在台湾社会里头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对抗里头 不断的羞辱官员 好像每个官员呢 为了要大家做 好像为了这个位置 对好像要微微落落 都是非公屈膝 如果以陈冲这种身价 他随便去金控 当个董事长 那或是去被人家 请来当什么 基金会的执行长 他的这个薪水 不可投入而语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他们要这个公布财产 然后要放弃这么多的薪水 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点 志向在后头的话 很难做的 后头很多人也不愿意做的 因为为什么这样被解释 被羞辱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 陈冲的讲话 是可以理解说 现在真的愿意到政府里面 来做这些的事情的 这些的位置 然后都比原来的薪水 少的都很多很多 但是还愿意来的 我觉得今天 从陈冲的讲话里面 我觉得会让人感动到说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想法 有个志向 他至少要把这个当置业 而不是职业 如果他当职业的话 他可以领更好更好的薪水 可以有更好更好的职业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是人 人要走了才觉得 职业也剩 还是刘兆玄离职 有没有 他被罢了半死 然后辞职那一天 他都觉得好棒 名料也要高 好可惜 今天又觉得说 陈院长 好可惜 这么有理想 有一个这样报复的人 其实我是希望 今天大家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想想 我们长时间以来 这种的公共论坛上面 的谈论的方式 真的倾向于就是说 去招他政治人物 招他公共人物 把政治人物 当做是一种很廉价 我要怎么怎么 骂你都活该 然后先把他招他完了之后 可是他是坐在 那个位置在上面 但是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觉得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第一个 其实我认为他们坐在 那位置上面都不快乐 对 普遍都不快 第二个他们非常非常累 你如果认识他们 固然你也会举出一些贪官污吏 说谁谁谁贪污了多少钱 我相信都是真的 因为有这些事的case 可是大部分其实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其实他们真的是 真的生活都很单调很枯燥 他们除了工作 几乎没有第二样东西 他们甚至没有办法 像是欧巴马那样子 即使美东淹大水 他还是到大卫营去休假 台湾有哪一个人敢 我反反复复在跟一些政务官讲 就是说你们 你们应该要去休休个假吧 他说谁敢休假呢 这种事情 这不是能讲道理的 谁敢休假呢 每个就是从早到晚 真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你看陈冲一离开的时候 今天你就是重新看到了 原来陈冲只要离开那个位置 他还是原来那个陈冲 帅气的金融财子 他今天看起来又是个金融财子 对 他又开始那种可以讲喝红酒 讲这些 他很快乐的事情 恭喜 你用心的话 你好好去找人才 这个社会绝对是人才祭祭 而且有事业的 有希望能够参加 有心愿的其实很多 当然刚才像我讲的都是实情 那这也是一个 我认为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必然的现象 你也有过政务官的时候 也是很辛苦吗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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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政务官 我敢保证 其实扁朝也是一样 我觉得哪一朝都是一样 那个是树叶匪泄 像我在看政务官的时候 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 然后那个弄到晚上12点才能够结束 每天开不完的会 对 而且那各种压力 那大的都不得了 我相信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仍然这个就是说 这个也是民主 民主的常态 因为民主就是要check and balance 要紧盯嘛 那你假如是说 好 你愿意来从事这个 你就要把它当成一个置业 你就要忍得了厨房这种热 好吧 那个厨房的热 有很大一部分热是我们了 这是媒体造成的 好 但是今天这个感动完了之后呢 换上来新的这一批人了以后 我想我们大概又一样 继续收到 恶毒如席啊 大概还是一个样 好 我们这个待会回来看 我们先讲说 今天国民党呢 在这个执政党在半夜的时候 宣布要换个隔魁 我们在野党也没斜着欸 我们在野党半夜的时候 去偷偷的撤他们的年终 为年终这个年金改革的稿子 我们现在要去看 欢迎回来出一种 回来品商来座会 好 来看一下 因为年金改革 蓝绿都把版本提出来了 然后绿方面呢 把这个蓝的版本轰得一塌糊涂 苏贞昌主席都出来 来带头来轰 结果跟张一华隔空开火 我们这两天都已经有提到 后来就发现呢 其实引起大火的 这个就是这一条 叫做保费分担 所以国民党版 这是民进党提出来的 对照 国民党说他们要雇主受雇者 五十五十 各自一半 就民进党的版本就是雇主六十 这个劳工四十 这样合乎国际趋势 就这一提出来以后 就被张一华打枪了 就说 这个不是要劳工去死吗 劳工从现在本来是雇主七 劳工二 然后政府还负担一 结果现在你劳工现在变成四 就变成四乘二两倍 那负担那么重 你不是要劳工去死吗 结果后来那个苏主席就出来 又透骂了这个江一华 结果后来发现呢 原来他们真的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前看到的这个版本 后来呢 这里写了一个一月三十号 其实这不是一月三十号 这其实已经是一月三十一号的版本 后来看到没有 这个就不见了 一支二啊 就是年金给付选择权 结果呢 这个的一支二是保费分担 这整个保费它不见了 就直接跳到了 把一支三变成一支二 就年金给付选择权 看到没有 这是后面的版本 就是漏夜晚上偷偷的把它给撤了 那撤了以后 我们大家就说啊 你们撤了撤了以后 那你们请问一下你们的保费分担比例 到底是什么呢 好那就去访问对啊 我们这一定会要做到这个访问的 我们不会随便只要写一大堆 对不会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民进党版 劳保的劳固分担的比例 你们连夜删除是为什么啊 原因是这样 因为宣传的国民党版说 劳保的分担是5比5 好那真要这样改的话 我们另外一教授就说 那就OECD先进国家是6比4 好不要5比5要6比4 后来发现 国民党公布的就是限制 限制是什么 7比2比1 没有改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版本删掉了 因为国民党没改 我们就不需要有对照的版本了 就删掉 那奇怪 30号行政院其实已经公布了 他们的正式版本了 那你们苏主席31号 还用错误的资讯 再来骂姜一话 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记者在问的时候 是国民党5比5 用这个来问 所以我们苏主席就想说 5比5那是不行 应该是6比4 主席是针对记者问的数字 来做回应的 好那请问一下 现在民进党版的 劳工保费的分担比 到底是多少 就是限制7比2比1嘛 从头到尾 我们就没有要调整了 6比4是误会一场 因为劳团整个在我们节目里面 顾玉玲就挑出来就骂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6比4 说你们为什么要让我们 劳工负担死 对 这两天听到一说 就是林万一教授 现在完全是一个里外不是人 这个处境在党内非常凄惨 还不只是来自外界 对他的批判而已 因为我们听到一说呢 这件事情当初要处理的时候呢 其实林教授有跟这个主席报告说 你真的要搞这个事情吗 可能会这个结果非常惨重 但是主席说我们非搞不可 所以就开始研究了 可研究出来的版本呢 像刚才李姐讲的 就是说这个六四呢 确实在民进党内提出来 然后使得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民进党里头的老大哥 像柯总招等人就非常的生气说 你搞得清楚搞不清楚 民进党最重要基础就是劳工朋友的基础 你这样子的版本的话 简单要我们的命了 那事情又发生了 这个看来好像主席没有把这东西看清楚 然后这样回答老半天 使得在昨天后半天轰错了 最妙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版本之后 他们告诉我说 民进党研究年金制住已经四五个月了 我一听到就说 这像是研究一个四五个月的东西嘛 如果研究四五个月的东西 怎么可能错误摆出 而且四五个月是主席要求来研究的话 怎么会主席都不懂呢 他们就默默的说 主席确实没有林教授懂 他有没有看到 那又表示什么 对苏主席并没有去听简报 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其实年金里面不就是这么几项重点吗 什么劳保费的这个雇主跟劳工怎么分担 你分担多少分担 就是这些重点 如果连这点都没有的话 然后而且还是错的 这点就是有 真的很蛮求大 他们的鬼扯 还有包括这些发言人 跟苏主席 苏主席身边人 其实是昏庸加愚蠢 那一天他们的版本出来之后 联合报就有评论了 也就是昨天早上的早报 就有评论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劳工的这种 他的费率 分担是没有政府的角色 那个标题上 我今天没带报纸来 那个标题上都这样说 对 那后来早上江玉化来接受访问 然后他很快的提出来了 那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多重的 他很快提 也就是报纸有了 江玉化讲了 然后苏贞昌还是到了 大概中午左右 才有记者问他 那你民进党中央没人了吗 没大人了吗 那你这个 对于一件事实都没有了解 我们通常会把报纸的评论 我的相关的这个案件 或是政策 我们会做一个 早上会有个早报耶 对不对 你早上要有一个 议论小组 你当主席 你是这样领导的吗 他越解释 越让人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草包 靠靠 叫人家庄庄委员 该如何自处呢 对啊 是不是 这个就是真的是把他给拿掉 我觉得是有一个态度问题了 老师因为 这是诈欺骗 你把这一块偷偷的拿掉 然后说 这是听错了 我们讯息错误 讯息错误 然后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看了人家答案 结果人家答案写错的 我觉得 人家答案是错的 结果我也修我的答案 我也修错了 这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然后修错了以后 全部把它擦掉说 我这题没写 我再讲一下 他被这个人事改组给救了 否则这个 苏贞昌是多丢人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台湾的其他的媒体 那些电视台 那些频道政论节目 还有有些这个报纸的这个 这个专栏什么东西的 你不会针对这件事情 对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公共政治眼里 跟他的这个态度 跟他的这种 基本的这种负责任的心 来做一个讨论 今天报上说 他换了 偷偷换了 那那些台 骂不骂他呀 屁不屁他呀 换了以后也可以 给大家一个想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讲法 刚刚给大家看了 其实因为就是 国民党我们听错了 我们以为国民党要这样 所以我们就改成这样 就国民党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陷害我们 国民党陷害我们 国民党骗我们说 他们要改成5比5 所以我们就 我们的土地铁个4比6 结果呢我们他们就发现 根本就没有改成国民党 所以就表示他们 从来就没有一个 自己的一套想法咯 就是在过去 过去两三个礼拜 你其实 虽然我每次 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民进党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对在野党 要求要这么高 我就说在讨论到一定 关键性的 在政策对决的一个议题上面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主要的 宣称这个执政党很烂 我要罢免 要倒戈 要改选的一个在野党 那你不能够没有一个 基本的对案出来 我坦白这段期间里面 我每次 我针对一些个别的细项 我在问其他民进党的政治人 或者同台的一些 没有人懂 没有人能够能够讲得出来 民进党的版本是什么 他们在1月25号 提出来的那个方案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是漂亮的 那个标题是漂亮的 社会团结 团结模式 社会团结模式年金改革方案 但是那个社会团结模式年金改革方案 下面连那个日期都是错的 你知道吗 他那个日期是打2012年 还不是打2013年 他打2012年的1月25号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急就张 端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出来说 他们研究的案子四五个月 我觉得根本有说谎的嫌疑 因为有一个民进党的朋友 很认真的告诉我说 我只能跟你讲说 民进党有方向没有案子 有案子 而且是开了12次会议 他已经大汗都快流 我还是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说所有朝野政治人物 都要被严格的检验 这点标准 我同意 大家要严格检验 但是我在这边讲就是 民进党绝对有案子 而且就是说这一些 有啊有啊 对 那他当然要去参考这个执政党 因为执政党是在主导这个事情 而且执政党有这个技术官 然后在后面做背靠 而且那些案子本来就在那边 所以你当然要参考它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我们提出我们对案 然后让人家来比较 那现在就把对案抽掉了啊 不是 现在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仍然还是肯定0万亿 我觉得0万亿的 我觉得是可以原谅 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他犯了多大错误 那我是认为就是说 这件事情 我觉得苏贞昌犯的错误 那你就举个功报个歉 就讲说 这个是有错 但是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本意 那现在就是说 那现在凹成这样子啊 不是 本意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家想想看 就是你们刚刚讲的 柯总总那句话 为什么这个721一定要维持 因为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 是不一样的 因为台湾没有一个 尤其对劳工 他没有其他的社会福利 所以劳工很靠这个你知道吗 所以你没有政府的支出 你没有雇主的这样子 大量来支援的话 是不行的 这对劳工是不能交代的 但是另外因为他比较学者型 他对这一点可能就是说 他就follow了一个那个 你们主席总是要了解一下 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批评的重点 因为林万一有道理 他说是六四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的是721 那人家那个 这样一话是批评说 你这个六四没有政府角色 你是要劳工去死 那苏贞昌回过头来 那个时候国民党都已经是721了 这跟零万一什么关系 是你苏贞昌自己还 根本不看来拿了 根本不了解 对 然后还养了一群 像国民党以前的那个发言人一样的 还把姜仪化先痛骂一分 还先骂姜仪化 对啊 好像姜仪化是无奈的 然后再用一个错误的 已经公布 人家都有正式的版本了 他还不去看 然后还要用错误的再去骂人家 我希望姜仪化 就给他抹灭证据 我希望姜仪化 我希望姜仪化 我现在当个隔魁 这个心态要稍微收起来 因为那一天在痛踹一脚的那种 那我真的是觉得有点 可是她没有 她是提出来这个韓国民党的问题 她又不是提出来这个问题 谁知道民进党怎么差呀 对对对 我知道 真的 这个当检视民进党没有问题 中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出来 这是一个一直要求开国事会议 谈年金改革的一个重点 一个政党该提出来的吗 就是说我之所以一直质疑 就是说开国事会议 是一个就是责任分摊的会议 就是我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准备了 但是借着国事会议当中 就是说且战且走的方式 去寻找我在这整个改革过程当中 我的立足点到底在哪里 但是因为国民党后来 他没有采取这个模式 他就坚持就是说 由行政部门先来 先来组到这个计划 循着现有的就是政治体制 但是其实世界各国 你现在看到的各种的改革方案 基本上面 你制度健全的 就还是循着这套制度 所有的责冲 都还是进到立法部门之后进行 可是我不太懂 第一个就是说 显然就是说 当你在提国事会议的时候 你们对于年金这些事情 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思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提出一个版本之后 其实不可能就是说 我发现这个数字不好了 我就随便就去拿掉 因为那个是一整套 精算出来的东西 他不太可能说说 我这个数字 人家不喜欢我 我拿掉就没有事 因为他会牵动到你 你其他的计算的 平衡的部分 那哪里是说 这个数字大家不喜欢 不喜欢我拿 拿掉就可以 对没有这么简单的 因为你要告诉我 你是怎么算出这个东西的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苏贞昌主席 骂了个半天 以后他讲说 马政府拒绝国事会议 又乱批评 我们民进党辛苦提出的 全面性周详的方案 实在很不妥 我觉得苏贞昌要跟另外一道歉 他完全没有看人家工作的是这里 就乱骂一冲 真的是 但是民进党真的蛮可怜的 有这种主席 真的蛮可怜的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还错了一点 我跟你讲 变成说大家会说 民进党的人才真的不够 你这么大一个年轻的东西 只有一个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